说实在肺其实本来就是在做气体交换 我们就要把氧气吸进来 二氧化碳吐出去 那当然有脏东西的话 大部分也都是会累积在肺 所以我们肺其实有那个微血管 可以把这个脏东西挡在外面 但是像PM2.5这种东西 它跑进来之后 确实 90几的PM2.5 它都会累积在肺里面 90几 所以其实这个关键就在于说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吸了PM2.5 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 肺腺癌 其实很多人他们的肺 就是如果说 就是打开来 看到的话就会很像是 长期抽烟的那种 肺会有点黑黑的 PM2.5的状况也很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就等于是说 你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污染的环境之下的话 你的肺可能就会有一些病变 对 就会是这样子